我真的已经看不出这原来是一家亚朵 深圳福田车空庙亚朵X酒店 与一般的亚朵本朵有点不太一样 酒店大唐古艺生生 人质型的屋顶古朴淡雅 入口两侧营造的水井似乎在暗示你 即将进入一处室外桃源 迎面而来 大号的桃土花瓶 里面粗壮的树枝 几乎可以触碰到天花板 给人一种有力量的自然之美 桌上了一把古琴 更是在告诉你 这家亚朵X与众不同的品味 前台对面依旧是亚朵的图书馆 族居 你很难想象在酒店之外 是深圳繁忙的车工庙商务区 作为高楼林立 酒店离地铁站也就一百多米的距离 前往客房的走廊 摇身一变 成了艺术家的画廊 两侧挂画都来自正儿八经的艺术家之手 考究的装表方式 认真布置的灯光 都看得出酒店有在好好的搞艺术 客房是一个纵向的布局 整体基调是原物色 延续了大堂的人字型屋顶 明窗摆放了两个单人布衣沙发 床上四件套依旧采用了亚朵自家的裸眠系列 配有雨容枕和乳胶枕 睡眠体验一直有保障 床头两边配有房间灯光中控和USB充电口 方便晚上关灯和手机充电 电视支持安卓和苹果手机投屏 迷你巴饮料和小零食免费 洗漱区台面空间给的很足 又配有化妆镜 方便女生化妆使用 浴室干湿分离 花洒水压很给力 我的房间还送了一份欢迎水果 种类很丰富 住客的外卖是可以通过机器人送到房间门口的 酒店配有洗衣房 除了常规的洗衣机和烘干机外 这家居然还有一个洗鞋专用机 这家亚朵X的健身器材还是比较丰富的 基本能满足普通人的健身需求 早餐从7点开到10点半 水果沙拉 现煮粉面 广式点心 长粉等 选择还是挺多的 我是派克 我们下个节目见 我们下个节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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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个节目了